小时候 我六岁开始画画 其实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去画画 当时我上六年级 其实才上一年级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年级的时候 就六岁就开始上了 不是现在规定要八岁 那学校要上美术课 我就画了一匹马 但是回家之后呢 爸爸说这个马画的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马的脚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才发现 原来画画有这么多乐趣 父亲把我的画改过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原来 启蒙老师就是我父亲 而不是任何一个美术老师 我就从这个方面 就开始有了自己的兴趣 我就开始慢慢的画慢慢的画 上了三年级的时候 正好我们当地有一个美术老师 他是教我们语言的 那画得非常的好 我就跟着他 慢慢的我就白天上课 晚上呢 昨夜做好之后呢 就到老师的宿舍 就跟着老师学 让老师教一些我的基本功啊 教一些普通的常识啊 然后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 我就正正式式的就走上这个绘画的道路 一直到中学 一直到后来高中 一直我的绘画我都没有停过 然后因为当时生活条件都不好 画画每一张画 你都要用纸用笔用颜料 你都没有欠去买 那怎么办呢 那就简简单单的 一开始用水彩笔也好 用那个铅笔画勾勒都可以 等到自己长大一点 有能力去挣了 然后就花一块钱 骑个自行车 花个十几里的路 去买一张纸 或者就买一只颜料 就回家来画 就一点一点的 宣纸买不起 就买槽纸 毛边纸 家里所有的纸都给我画完 任何纸 只要是空白的地方 我都会把它画 就是宣纸是一个画家 画中国画 必备的一个材料 但是 用哪一种宣纸 就是画家他自己的喜好问题 他对宣纸的掌握能力问题 而不是规定 我必须要换那种宣纸 每一个画家 他的用的纸都不一样 纸的种类很多 用笔的方法 在于每个画家 他的形成的习惯 什么东西 他并不一定是 握手成规的 来 每一个模式来规定 没有 而是画家他凭空 他的创作的敏感 和对艺术的一种追求 如何画一幅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 或者是让人家喜欢的作品 必须他在作品里面自己的内涵 画家所表达的意境 你多要在这个里面表现出来 他的每一笔 他的用色用墨和线条 你多要有一定的张力 中国画 它是一点线面结合 然后服役中国的颜料 中国画颜料 中国的墨 圈子 称之为中国画 墨风骨色 那么 在这个里面 墨的用水程度 在于一个画家的习惯 和他的各种技法的掌握 蛟龙黑 在这个点线面里面 中国画主要是以线条突出的 它没有线条 它就不称之为 有血有肉的中国画 而油画 它是以抽象 学术或者以色彩色快 堆积出来的视觉效果 和中国画 它有一定的区别 中国画 它是在 中国 一个国粹 称之为 在中国都有的一种形式绘画 表现手法和形式 称之为中国画 宣纸 灰墨 在这个 用水 用色 和用墨上 以个人画家 形成自己的习惯 然后 产生的效果 和个人对画的理解 造出来的一种符号形式 写意的 公笔的 大写意的 泼墨的 兼工代写的 仲裁的 它这里面分类很多 而是从一个专业角度来说 个人他学习的一个阶段不同 或者是个人的喜好不同 我喜欢画公笔的 他喜欢画传统的 中国画都是从传统里面过来 古人的上水画 古人的各种花鸟画 无论是 从哪个角度来说 它多是很高超的 它多是一点鲜面 色彩 只不过是辅助的作用 而不是最 这样主要的作用 油画是以色彩为主要的 中国画是以墨和线条为主要的 色彩只不过是辅助作用 中国画可以不用色彩 它在墨里面可以分成五种颜色 浓的 黑的 淡的 重的 轻的 它多可以把它分成 每一种里面 还可以继续分 然后它这个里面就是说 戴着就是说 个人的色彩 中国画的理解 中国画的发展 各种历史 所得下来的结论 那么中国画 在这个领域 我们觉得我们画画的人 应该还是去继续的去研究啊 继续去发掘古人的一些 技法啊 古人的一些思想 然后如何去把这个中国画画得更好 更 让大家去去认识 中国画 它里面的更大的 一些内涵啊 它的一些精神啊 我认为就是 无论你的画画到什么什么程度 但是 你对艺术的态度要严谨 你必须去认真对待一件事情 你的线条 你的幽默 无论你精不精道 但是你都必须很认真地去画一个线条 很认真地去理解它 这样你的中国画才会越画越好 就这样子 一直坚持不懈 每一张画 无论它画得好还是不好 但是你一直都在坚持 你一直都在画 你不要就是说 我一定要成为名家 我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想法 只是觉得画画很一种自己就是一种兴趣 觉得就是非常有意思 觉得很充实 家里在忙 饭牛也好 饭羊也好 去农田里干活也好 但是 晚上就偷偷摸摸的一个人躲在楼上画画 也不敢让家里人知道 知道了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电灯点到这里 要花电费啊 要钱啊 到晚上就该关灯了 所以我就偷偷摸摸的 一直就是这样子画下来 到之后出去打工 然后自己养活自己 然后再把精力和时间 画一部分的金钱 去投入这个方面 逐渐地走上这一场 绘画的道路 但是画到今天 我知道画画其实 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而不是我们小时候所理解的 画的好玩啊 画的有趣啊 而不是这样子 中国的艺术它博大精深 它的门类很多 就从绘画这个方面来说 它也分很多种类 山水画鸟人物 甚至戒指 房子啊 桥梁啊 甚至各种类型的草丛啊 它多是一种类型 都要想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你用艺术的手段 去把它表现出来 无论你是画的活灵活现 还是用你的思想去画 但是它都是艺术都是严谨 它没有办事参加 没有办事的 就是说你可以去护了 你必须要有严谨的态度 去对待它 每一个人他的思想 他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对中国话 对艺术的理解它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年轻 在这条道路上 还是要继续的研究下去 继续的自己的学习下去 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好 把自己的爱好 变成一种事业 然后去教学生 把中国的文化走得更高更远 也许对于我来说可能这个有点高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把自己做好 我把自己的心意 我自己喜欢的这一份事情去做好 就够了 我画到老学到老 大家喜欢我的画 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我不要成为什么名家 大名家 我要成为一流画家 我不需要 我只需要我自己喜欢的这份事情 把画画好 然后可以 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啊 给大家带来一点声区啊 大家在一起忙得也开心喝喝茶 吃吃饭 然后讨论一下艺术的结构 大家的皮脂的感受 多好 术画爱好者 这个就属于术画爱好者一类 他们喜欢中国画 甚至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定的理解 他们喜欢 甚至有这种冲动 他要去学 他想去了解 他也想成为一个画家 成为一个艺术家 这些人很多 中青年也好 甚至他们退休的老年人也好 但是可以作为一种艺术 他们去追求 他们去爱好 这是很好的事情 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学谁都可以学 谁都愿意去学也都 就是说这个 去学这个东西 它并没有一个界限 谁可以不学 谁可以学 只要你喜欢都可以学 不在乎你能画的什么程度 你能学的什么程度 你画的有多好 你学的多好 不要 就是说你学的尽自己的所能 你自己喜欢学的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可以 就像教练身体一样 也当一个就是说 当一个自己的自身爱好去学 把他学的自己有一份 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都画了 哎呀送给好多亲朋好友 他们都喜欢 他也有一种成就感 这也很好 不要去说我要成为一个大画家 去学一个画 那肯定你学个画 你首先要摆上自己的心态 这样子的话 那么你就肯定可以学的 比人家好一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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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